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道特别讲究刀工的菜 它就是扣三丝 每种食材颜色分明 所切成的长短粗细都差不多 丝丝入味 非常适合真月里面招待客人 用料由火腿 鸡脯肉 冬笋和香菇 我们先把火腿切成小一点的块放入碗中 加一勺量的黄酒上锅蒸 这样蒸出来的火腿更香 而且还能减少腥味 鸡脯肉整块的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 放入冷水当中加一点料酒把它煮熟 冬笋去掉外皮清洗干净之后 切成小块也放入冷水当中加热煮 火腿大概需要蒸至15-20分钟左右 蒸熟之后呢稍微晾一会儿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冬笋大概煮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捞出来晾一晾 同样呢也是先切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越细越好 鸡脯肉煮熟之后呢 取出来沥水 然后用手撕层细丝 香菇我们选用的是干香菇 提前用水泡发 然后呢切去底部 取一个小碗 把切好的香菇放入碗底 切面朝上 接下来就是把刚刚切好的笋丝 火腿丝和鸡丝 整齐地摆放在碗壁上 三种颜色呢我们隔着放 将剩余的笋丝火腿丝和鸡丝拌匀 我们还放入碗里面将碗中间的部分填满 如果边缘有多余的细丝的话 我们将多余出来的盖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将小碗放入蒸锅里面 加一两勺的高汤 蒸锅蒸1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 蒸锅再蒸的时候 我们再将锅内烧水 加一点油和盐 水开后放入洗干净的豌豆芽焯水 捞出来备用 这个时候蒸锅内的小碗食材也蒸好了 我们把它取出来 把它倒扣于盘内 小心翼翼地拿掉小碗 将里面的三丝完整地拖出 摆放上焯好水的豌豆芽 淋上高汤 这道扣三丝就做好了 吃的时候拌匀了 口感特别的棒 味道咸鲜美味 实在是太好吃了